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用时间走 那么时间走 我觉得里头有三个部分 这个时间 就这个时间就是历史 那这个历史呢 我觉得有三个会影响到台湾 一个是世界的走向 我想大家如果环岛的话 你会发现台湾有很多地方 有炮台 然后有很多西方人的遗迹 那么这个就是 大海洋时代开始以后 台湾的影响 这个我跟一个德国好朋友 有一次他来台大 他来台大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这种建筑啊 你看这欧式啊 他看了以后 他后来在吃饭的时候 他说你们为什么 有这么多法西斯的建筑 我说法西斯建筑有吗 不会 后来去查历史还真的 因为那是1930年代 日本盖 日本当时是一个 法西斯崇拜的概念 所以台大的那个校长 是那个建筑 其实是一个法西斯的建筑 讲一讲 我就不敢跟校长讲 后来我发现 校实上有记载 因为他那个柱子上面的 那个图案 那就是法西斯的离器 刻在台大行政大楼的两边 现在去看还在 那另外一个是 中国历史的发展 今天不管 你承不承认 你喜不喜欢 你要不要 中国的历史发展 跟台湾息息相关 那另外一个是亚洲 如果就当时中华民国的反攻计划 我们可以用1964年做一个节点 为什么 1964年大陆发原子弹成功了 原子弹成功以后 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所以1965年当时我们有最后一次的 这个最后一次的船舰登陆 后来完全失败 那之后就没有 如果蒋介石在1963年 1964年真的打回来 那就不会有网纳 那我这边就有一个图 各位看到这个台湾在这边 一个岛 那在大陆旁边 这个右边就是代表 美国海权的扩张 美国海权扩张的界限 就到金门马祖 这边有一个星星 各位知道那个星星代表哪里 那个白色星星 关岛 很好 谁说的 好厉害 那是美国在西太平洋 最前进的海军基地 这是美国印太战略 出来之后我的分析图 这个基本上 各位看就是北起日本海 然后经过对马海峡 到黄海到东海 到台湾海峡 最后进入南中国海 它代表的 我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亚洲的地中海 就某个程度 它类似一个地中海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所以美国为什么会提川普 提一个印太战略 这个用词是非常厉害 为什么 因为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策略 这192016年前都是亚太策略 亚太策略是亚洲和太平洋 印太策略是印度洋和太平洋 这个概念就彻底把中国隔绝出去 为什么 不包括台湾的中国 是没有濒临太平洋 所以台湾多重要 甚至华东多么重要 不管中国是谁从政 唯一濒临太平洋的 整个地方就只有我们的花东 所以花东不只好玩 花东很重要 印太战略基本上就是 你是一个内陆国家 即使你有海洋线 你的海洋线没有直接濒临太平洋 你濒临的是一个内海 就是东中国海 黄海 南中国海 台湾海峡 而这里头最窄的地方就是台湾海峡 所以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 中国强大以后他要出海 他不经过台湾海峡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台湾的位置有点像地中海的马尔汤 我想应该有人坐过游轮 游轮就有两个路线 一个叫东地中海路线 一个叫西地中海路线 他们中间的交汇点就是马尔汤 我去过马尔汤 马尔汤去有一个事很有趣 因为那边我有朋友在那边 有一个长辈 马尔汤叫几程车是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不会来 到马尔汤非常小心 我去了才知道 他说 我说明天我回去 他说好 那我帮你准备一台 我说不行 我会自己叫 我已经叫接着 他说你叫了没用 我说为什么没用 他不会来 我说为什么他不来 他们就是这样 他说他不会来 我说真的吗 他说对 他说一定要我帮你叫车 很有趣 我觉得那边叫车不会来 我还没想过了 那么什么东西派第五名 外回穿地 那是我派地名 编地商店 有可能 编地商店不一定多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这个商店 有可能 是 我傻子 找帅 想店 我在这边 是 想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